如果你是喜歡看美景 亦都在想在溫哥華買一個很luxury的condo location亦都是黃金地段 用料上乘、設計獨特 而且還有270度美景的話 這個project就一定適合你了 千萬不要走開 繼續留意我的影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ansy 今天我來到這裡 大家看到身後面 Landmark on Robson 故自然是Robson Street 在Vancouver Downtown有一個新的pre-sale project 它現在已經在建立 它的location就是1400 Robson Street 其實是我們以前的旋轉餐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旋轉餐廳 它是可以去到最頂層 整個溫哥華 Downtown的夜景 所以你可以幻想到這個pre-sale 其實它的風景都會很漂亮 這個project就會由Asia Standard America發展 它就請了一些很高級的architecture和designer 去幫它發展這個項目 所以一會兒大家看到showroom 就會知道它的設計和用料是非常好的 我們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它這個sale center 是由scratch開始起到很厲害 看到上面這些 全部都是它的設計 所有那些slice 那些model 它是用了差不多500多萬加幣 去做這個showroom給大家看 所以你們可以想到這個發展商的財力是非常豐厚 它連整個Downtown Vancouver的建築都已經做出來 這兩棟就是Landmark on Robson 你會看到它在這個中心點 Robson街 就是經常逛街買衣服的那裏 差不多去過了Broughton和Nicola 就是這座的建築 它向北那邊 其實是看著cold harbour那邊 全部都是高級的downtown condo 那你就會看到其實可以有海景 它如果向北那些是有些peekapoo sea view 那如果呢 如果呢 向到去南呢 其實呢 就會看到english bay 那所以 反而呢 是向南那些單位 你會看到它看著 在這裏沒有東西阻擋 因為呢 它後面那個不可以建高樓大廈 那所以向南邊 是有一個比較寬闊的海景 看著english bay 那所以呢 可以說它的location 是very prime location 在Vancouver downtown 去到高級condo這裏 那但是如果你說去回這裏 這邊呢 上班那些office building 也都很近 那所以這個位置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們說完它的location 我們可以去看一看它整座 兩個towers的model 那這邊你見到呢 那個tower run 有34層 是現在在賣的一棟 那它其實那個floor plan 就不是說很多選擇 因為呢 它大致上一房就是可能有一兩個 然後其他的那些都是 不會好像別人另外一些 有很多不同的積 即是很多不同的選擇 那which is good 因為呢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會見到 那這些corner 這些balcony 你會見到它 其實是故意做到一個 這邊凸出來 另一個就是這邊凸出來 那其實呢 意思是說 如果你站到那邊位 這些那邊位 你就不會很矮地 比上面那層左了 那你那個空間感會大很多 那下面呢 那你會見到最底的那層 On Robson Street 那不少得有些commercial 在樓下的 那上面那些呢 就會有些office的位 那其實第一座的正門 就會在這裏 On Broughton這裏 那看到呢 那那這個呢 其實後面呢 那就會看到多點 那些 amenity space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OUTDOOR SPACE的話 就會有一些桌椅子 可以直接走出去這個PATEO 曬一下太陽 中間就會有些綠化 因為旁邊你就可以跟朋友坐下 或者在BBQ也可以 這裡就直通回到宜座 然後下面其實你們會看到 這個模特兒會顯示有這些單位 這些單位就會是market rent market rent不是說有subsidy 所以他們的income都會有差不多 才可以租到這裡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二座 是遲些開賣的 這個就是32層 這兩座大廈另外一個很美的特點 就是Pent House 它是一間很大的Pent House Outdoor Space是大於它的In-door Space 因為除了整個wrap around楼台之外 其實它上面有一個outdoor pool 這個非常好 是你自己去使用這個amenity 因為有些單層很多建築 它都有roof top 但那個amenity就是sharing 但這個Pent House是非常之luxury 是你自己才可以使用的 所以這座建築 你現在看到這些amenity 加上一間的showroom 你就知道它有多luxury 介紹完這個model 可以給大家更多資料 關於它的amenity 以及它的lobby 因為它沒有做到一個實境 當然它有圖畫 你可以看到它的lobby 就是high ceiling 用的color tone都是dark 顯得高級一點 它也有24小時concierge 它有個服務 盡量是你打一個電話 它就可以幫你做到你想要的事情 然後呢 過來這邊就會拍了一些 18,000呎有一個private amenity的相片 其中它顯示了就是一個 看著海景的gym 一個yoga center 以及也有一個private dining area 除了這些呢 其實它還有sona 有salon 這些都包在一個 這個18,000呎的amenity space 裡面 除了這兩個 它還有其他 剛才我們看的model 那些 陸化 以及swimming pool 這個就比較實在一點 我們之前上去看showroom 我就可以給你們多少資料 關於這個發展商 這個Asia Standard America 其實它除了在這裡做這個project之外 它之前在香港和上海 都有發展高級的condo 它們還要獲獎 所以它這一方面 如果你們買這個pre-sale 一些都不需要擔心它的quality方面 因為除了它自己有信譽之外 它也是partner 一個很首位一致的designer 這個designer叫做Ikebuchi 它也在它發展過的項目 是拿過不同的獎項的 也都看到它的design 它的design 不是我們平時看到的很普通的 是非常之特別的 另外它的architecture 會是用了David Huggard 也是award winners 它之前也發展過Vancouver 的convention center 以及Vancouver MNP Tower 這幾個project 它都有獲獎的 所以如果這個project 大家應該會很有信心 在它發展 它的設計和結構方面 是非常有信心的 看完這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上去樓上 它做了一個showroom 在2nd floor 我們首先看了兩房單位 兩房單位 兩房單位 差不多1028呎 我現在站了出來 這個也是很實際的 Hallway 那邊是三房單位 兩房在後面 你就會看到 其實整個Hallway都很闊 有high ceiling 感覺是很舒服的 這就是回到兩房單位 大家可以先看這個floor plan 這個是2bedroom plus flex 它裡面的地方 差不多有1000呎 露台有1820呎 我們去到這裡是正門 你會看到 由正門開始已經有設計 就是這些邊 圍著門 門邊就很漂亮 加上這裡有一個LED燈 就顯示了它的unit number 這個按鐘位 也很漂亮 我們就可以進屋 進屋 首先 這邊有一個corset space 可以掛衣服 也有位置可以放鞋 很漂亮 燈都是自己會開的 你一開到櫃 它的燈就會開 然後這邊也算闊落 這裡一進屋 你可以教智能的開燈 開熱 我相信你也可以連接到你的電話 回家之前開熱 這裡進來就是一個kitchen area 就會有個雪櫃 大部份的application 都會用了這個非常好的品牌 Gagganau 你看到這裡 那個saint steel雪櫃 都很spacious 下面也有個兩層的冰箱 然後過來 這裡有個五頭gas櫃 都是Gagganau 你會看到中間一個大的 然後旁邊 後面的back splash 就是一塊過的corset 也是 Hood fan就會藏在這裡 都很隱蔽 所以整個外觀是漂亮 你不會看到有一塊東西凸出來 那它的櫃全部是soft close 另外一個特別之處就是 這四個cabinet櫃 它全部都是這樣打開的 即是比較方便 你這樣在煮東西吃 要拿醬油 或者怎樣的鹽 你在這裡這樣拿就可以 這些是不包的 這些是decoration idea 但當然可以付錢去買 它這也很方便 你看到我全部很簡單就關掉了 過到這邊就會有個 這個是speed oven 這個是大的 oven conventional 你看到它開門 Gagganau那些都很漂亮 一個大一個小 視乎你有什麼需要 它們都很方便 很容易關掉 它上下還有櫃可以讓你擺東西 它有些關掉很方便 過到這邊你就會看到一個 落地大玻璃 全部是海景的 看得完 然後它就在這裡開了一個sink 亦都是有個很大很正方的countertop 然後這邊也有很多位置放東西 加上洗碗機就會在這裡 都是Gagganau的 所以它的東西全部都很smooth的摸下去 那些質地是很漂亮的 當然地上它就是會用了 engineering hardware floor 去到這邊 其實就會有一個 粒位 這個island有一個粒位 它下面這些櫃 都是可以擺東西的 這裡三道門都是可以擺到的 那這個粒位當然你也可以擺 舒服一點就兩個位 可以坐在這裡 煮完東西吃早餐就看著這個非常漂亮的景 它放了一個dining table 即是如果你需要一個 proper area 去吃飯就會在這裡有一個位置 那麼我們呢 對面這裡是什麼呢 都有一道門 這些全部都是包了 一開門你就會看到有一個釘 它這個釘 現在它設計是做了一個酒櫃 或者是飲酒擺酒的地方 加上有少少可能是shelving去擺書 這個就是它現在的設計 是不包的 即是你收屋的時候 應該是白色牆 但是這個flexible area 你可以加一個小小的桌子在這裡 整個櫃都有這麼深 所以你可以擺桌子在這裡 做office也可以 然後旁邊做書架 這樣也沒問題的 然後呢 另外一個這個condo 有一個不同之處 跟其他就是 你看到它上面的冷氣位 黑色的那條縫 就是出冷暖氣的位 那麼它的中央冷暖氣就會在這裡出 就不是好像平時 我們看到的condo 有一個位置一塊 這裡一塊 它這個好處就是 那些風可以很平均地吹出來 就不會 或是這個位置很大風 其他就沒有風 所以這個所有東西都很平衡地出來 加上它這個射燈位 整個感覺是很漂亮的 因為它的設計師 是有少少借了是Hotel那個Mode 去融入了這個住宅式 所以看下去 這個整個area都很漂亮的 這邊就會是一個living area 那它繼續都是一個落地大玻璃 它這個位置就不是叫做很寬闊 但是呢 好在呢 是它有個差不多200呎的露台 一出去 其實呢 連著那個玻璃 因為它是落地大玻璃 你不會壓迫感 你一看出去 其實就是整個海景 加上它上面呢 就是用了一些木頂去做 就是整個是finish了的 加上有spotlight 下至地上它都是鋪了 已經鋪了一些東西 所以整個感覺是好像多了很多space 去用的 它都放了一些cusion 在這裡 即是你可以在那裡讀書 甚至如果你再放一個heater 我想你當這個是in-door space 這樣用去讀書 吃東西 坐在那裡聊天 是非常舒服的 這裡 過到來這裡 其實是睡覺 以及去洗手間的地方 這一邊呢 就會是一個洗衣干衣機 你看到一個stack-up的gaggenau 擺完之後呢 其實去旁邊 很多位置 前面也都有位置 所以可以多放一些雜物 譬如鑌椅子 都可以有位置 這道門呢 暫時它就是用這個躺門去做 但是可能到時候 就會變成一個拉開的門 對著這一邊呢 就會是2nd bedroom 2nd bedroom 它也是繼續落地大玻璃的 兩邊有一個落地大玻璃 然後你看到它放了一個queensize bed 左右兩邊都還有位置 即是可以三邊落床的 它的落地玻璃呢 是有那些automatic roller blinds給你的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會是 衣櫃 可以開給大家看一下它的size 它也有包了這些 擺櫃的櫃桶 上面掛衣服 下面又可以掛衣服 我們現在可以繼續進去看 這個sharing bathroom sharing bathroom呢 在這邊 你看到它呢 是漂亮的 高級的 因為它所有那些tile 是全部封到它上頂的 無論是這邊 升盤這邊 或者浴缸這邊 地下 還有bath tub側邊的位置 廁所這些後面的 全部包了瓷磚的 非常之漂亮 加上它的color scheme 就襯托得很漂亮 然後這邊的bath tub 你看到它的bath tub 是靠著這條斜 有深度又很足 其實這些浸浴就很舒服 另外一個很聰明的點 就是因為你浸浴 其實很多時候你靠著它 到你不想動的 所以它就放了在這裡 你可以在這裡調熱水 冷水 就不用又起床在前面調水 那些 它又包了一個rain shower head 還有可以拿下來洗澡的位置 那它掛毛巾呢 掛毛巾就在這裡 所以你一洗完澡 就可以拉下來用了 那至於升盤這裡呢 它就有個鏡子 有個細小的medicine cabinet 那也有一個圓形 設計很漂亮的升 那旁邊也還有位置放東西 加上它的櫃 就是這裡 這裡這樣 所以這個洗手間很漂亮 那主人房呢 主人房在這裡 我們首先看那間房間 它現在這裡放了一個queen size bed 但旁邊的位置就多過剛才那間 這邊也有一個落地大玻璃 一起來就可以看到海景 它也是 這邊寬一點 就可以在這裡 那個櫃跟那邊一樣 所以我先開這邊 因為剛才沒有開到這邊 因為這邊呢 這個櫃其實 它是長一點的 你可以掛褲 那它就加了這些櫃 你可以放 即是底衣 底褲那些 這些位置可以放密 那些都可以的 所以這些房間都是繼續用這些出風口 那這個位置均衡一點 那主人房的洗手間 雖然它的尺寸 其實因為它是兩個房間 它不是很大的 但是它有所有shower和bath tub 那它一進去就是這個 它用透明玻璃 那你有沒有那麼壓迫感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不是很多 但是你去到看到裡面那裡 其實是感覺上沒有那麼窄 闊落的 那它就有那些shower head 然後它去水位是用那些很漂亮的 那些 藏在那邊的 現在就沒有露出來 那它這邊也是一個bath tub 也是在中間這裏教水 那洗手間另外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你會看到 是沒有那個風扇的 就是沒有那個fan 抽氣線 那就是去了min 因為你也要抽氣 那就是去了旁邊這邊 旁邊那裡 你會看到那些光 就是那個designer 它是不想有個好像沒有那麼啞觀的fan 在中間 它就開在旁邊 那所以呢 大家都不會看到那個fan 又美觀很多 而且它就抽得多一點 在那裡 那另外主人房有些什麼呢 就是這個toilet 這個toilet它有這些包了這個 有得電動教水溫 那個廁所的暖度 那些的 那些的 我想很多人很喜歡 那這個magnetic 一次就切上去 方便 然後它 master bedroom 這些全部都是medicine cabinet 這個 這個 這裡 還有裡面的都是medicine cabinet 那就是很多位置可以放東西 那那介紹完這個兩房間 家丁的單位 大概是差不多1028呎 有個差不多200呎的balcony 那如果你們想知道 多些資料 譬如是價錢方面 可以聯絡我 因為現在不可以在這裡公開給大家 但如果有興趣可以找我 那我現在可以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三房單位先 那我現在去到三房的門口 很明顯地大家看到 它這個闊度是闊的 非常闊 很少三房的condo 是用這麼大的門 那它應該到時是一度 拋死了 然後一度門 那但是它這裏opening 就很大 那它仍然是會有這些燈位 那它這個單位呢 就是plan H的三房加flex 總共有1592呎 那它的balcony和剛才的2% 都一樣差不多200呎 那所以呢 我們一進到門口 這裡 它繼續是這麼闊落的 你會看到 非常之闊 那一拉那些櫃在一邊 那你會看到非常整齊 而且整個感覺是很高級的 那這邊呢 它也是用回那些closet 剛才兩房加釘那些closet 但是它就是會多了一格這些 就是這個跟剛才一樣 那又會多多一個 多多一個 那你就三房多一點 就放多些衣服在這一邊 然後呢 去到門口這裡第二邊呢 那它就有一個powder room 即客廁 因為如果你有朋友來 就可以用這個洗手間 那這個客廁比平時那些 就會寬敞一些 而且它用料都是很漂亮的 你會看到 這個洗手間 然後那個counter top很長的 你會看到下面呢 真的很多空位在這裡 然後就全部都是用這些towel 去wrap around 這裡就沒有medicine cabinet 但是就是一個長的mirror在這裡 那整個感覺呢 即使有客人來到 都會知道你的房子是很漂亮的 另外這扇門呢 就是那個釘 那這次的釘呢 就是給女士用的了 剛才那個就是給男士喝酒 這個呢 它就更加大的這個釘 那它就已經放了那些袋 即是給女主人 可以在那裡store些袋 買完東西回來放在那裡 或者出街就可以在那裡換手袋 很方便 那有這些架 你可以掛了那些紙袋 大褲在那裡 總之這個房子呢 就可以用來這樣用 就是非常之好的 那進來這裡後面呢 就是那個open kitchen area 那它三房呢 就會是包了這個gagganau的酒櫃 就是長形 你看到它有很多層的 所以都可以放很多 你喜歡喝的酒在這裡 那它的雪櫃 雪櫃非常好 整個都是fridge來的 就不是剛才兩房 一半是雪櫃 一半是冰箱 那這邊呢 就是雪櫃 那這邊就會是冰箱 那所以有一點是那些house的感覺 因為通常house才會用這一種的雪櫃 然後進來這裡就是那個speed oven 還有它多了一個呢 就是它這個warming station 是多了 比起剛才兩房家釘的那個 你可以在那裡調校 那煮東西給朋友吃 就不用有些菜凍了 有些剛剛好 就全部放在那裡 這一層就是整個countertop 你會看到 它上面這組櫃 加上也有個五頭的明火煮食 它這個不同一點 又漂亮一點的 金色的 你會看到 而且它的位置比剛才那樣 都是大一點的 那跟剛才兩房家釘的一樣 這些櫃 全部都是這一隻很方便的櫃 還有儲物空間是很夠的 然後這一邊就是那個countertop 你在那裡煮食 prep 食 然後洗碗 就會很方便 它的洗碗機就會在這裡 因為它的countertop 這裡真的夠了 但又看著那個living area 和那個balcony 如果你在那裡開派對 那些朋友坐在那裡 你就做東西吃 那些酒 那些食物 那些食物 都放在這邊 整個環境的感覺 就非常之好 很開心 然後加上這邊 它也沒有浪費位 因為這裡是全部落地大玻璃 所以它就加多了這個 叫做breakfast countertop 或者bar table 那你就可以在那裡吃早餐 其實晚餐我覺得都可以在那裡吃 就對著這個夜景 或者一早上的景 都很漂亮的 那麼來到這邊 繼續落地大玻璃 它整個正方形 就會是living area 那麼living area 它就設計得很好 因為它擺了一個 正方形的那個茶凌 然後這裡擺了三個座位 其實除了這裡 這個位置還可以擺L型沙發 那一家人在那裡看電視 就完美 因為這個distance 是非常之闊 整個感覺是很舒服的 因為加上這個玻璃位 可以看出去的balcony 整個感覺很寬敞 你就不會覺得 我的廳是只有正方形 整個感覺是很開揚的 它仍然是繼續用這個 長條形的冷氣槽 然後整個司令都會有那些lighting 在這裡做了的 去到這邊飯廳 都是這樣的設計 很統一 整個感覺很舒服 這個dining area 它現在放了一個六人餐桌 六人餐桌之後 還很闊 所以其實如果 你是想要一個圓桌 它也是夠的 還有這裡 它這裡有個凹位 它現在放了一些架 在這裡做裝飾品 但如果你有很多東西要收起來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入場櫃 放了很多東西 收起來在一個櫃 完全是可以做到這個 處物空間的位置 但如果你不需要就像他這樣 很有藝術家氣質地 放了東西出來 然後對面這裡就是 剛才看到的balcony 跟剛才兩房加釘也是一樣的 已經結束了 這裡也看到剛才我剛開始介紹的model 就是因為每一座 例如我這一層 它那個balcony是打直的 上面就會是打橫 所以我站到出來那邊位 其實是很高的高度 就不會壓迫到裡面那個height 那就更加舒服 站在這裡看著海景 所以這個長方形跟剛才那個有不同 但整個感覺都是很舒服 整個感覺 那現在看完living area dining area 廚房 我們可以去看房間 三間房間 加上laundry area laundry 它又好像獨立屋一樣 有一個side by side gagonal 它放在這裡 這些櫃全部都是包了 所以看上去 它的顏色又做到很溫和 令到你個人覺得很舒服 而且它所有東西都很organized 這個laundry area 對面就是有第一個房間 它這個房間的size 其實感覺到是跟剛才兩房間加丁 我master bedroom一樣大的 它放在這張床之後 旁邊是ok多位的 那就是這邊有個落地大玻璃 這邊就是隔離房 所以這邊不可以做到落地大玻璃 都是有兩個衣櫃 小朋友可以放衣服 過到它對面就是那個sharing bathroom 今次這個sharing bathroom 就長一點 它整套都是鏡 整套都是鏡 然後中間有一個小櫃 讓你擺東西 它這個countertop 就比剛才那個小一點 只有這裡一個星盤 放一點點東西 但它這裡有很細心的 它製造了一個護形 不是那些尖尖的 起碼你不會撞到很痛 但這個color scheme 就是另外一個color scheme 可以給大家看看 如果它另外一隻color scheme 是怎樣的樣子 它都包含了整個廁所 還有color scheme 現在暫時都不能選擇 因為它正在建造 所以所有unit的color scheme 都已經設定了 這間房間就是第二間房間 它現在擺設了 就是做了一個很漂亮的書櫃 然後做了一張很簡約的書桌 就看著這個海景 所以整間房間就是一個work from home的office 書房 當然如果你是有人要多一間房間 這裡完全沒有問題 放多一張queen size bed 或者king size bed 其實都沒有問題 好了最下一間房間 主人房 它很大的 然後加上 它一進到這個門口 就有個walking closet 它的walking closet 它已經整了這些櫃 包了這些櫃 就可以掛衣服 掛衣服 然後放東西在上面 我就覺得 如果我買這間 我希望它的walking closet 是大一點了 這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就非常好的 兩個size 你看到它擺了一個king size bed 旁邊和前面 都有非常多的空間 如果有些父母想和小孩睡覺 甚至這張床可以搬到一邊 加多一張single bed 完全沒有問題 再加多一張外摩椅也可以 就可以在這裡看電視了 因為這裡的距離很長 如果躺在這裡看電視是完美的 所以這裡 它仍然是用出風口 很貼心的 因為如果你說出風口 是對著你的床位 只有一個出風口 是晚上有時候吹到你暈的 但它現在這樣分佈了 雖然吹著你的床 但應該你不會覺得不舒服 這些就是它的設計 最重要的所在 然後它那個主人房洗手間 因為這個是三房 剛才的主人房是一個星 這個就用了兩個星 其實我喜歡深色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很高貴的黑色 但它這隻 它又很溫和的感覺 我覺得它有另外一種味道在這裡 它的淺色也很漂亮 它一樣 這裡有個位置放東西之餘 其實這些全部都可以開的 所以有1,2,3,4,5個 這些 這些是給你擺東西的 然後呢 它大一點 所以那個shower 也是大很多 它整個是差不多 一個full size的bath tub的長度 一個shower 一個bath tub 它兩個長度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個三房家釘是好的 加起來也是包上這個廁所 是的 介紹完這個洗手間之後 所有東西都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可以再recap多一次 差不多有1,600呎 三房家釘 因為發展商現在不可以disclose 但如果你有興趣 你是打算找這些 這麼high end 又是這麼prime location 自住投資都是相宜的話 隨時找我 可以給大家更多資料 如果你們喜歡看影片 記得like share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小鈴鐺 之後呢 我的影片你就會看到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amat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 按下地 按下大鈴鐺 按下大鈴鐺 按下 Cathedral